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中国生活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劣 就是生活水平地这是肯定的 房屋紧张 房屋紧张 但是有个保证 你也知道不是过一天不知道下一天的那么一个处境 基本上还是比较过的 总是生活中央让人长进一点 除非你生好多孩子那没完 在美国就是确实动摇小型的 就是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没出现 这东西也很了解 就它这个私有制到底企业什么做 这个公司它为了赚钱 有时候赚钱人们得点利益 像资本主业它这个生产力水平比中国高 它生活水平比中国高 它发展挺 也不算太快 要比较中国和美国吧 中国建国了二三十年 总的增长就还在百分之十几吧 公司也增长到十亿平均好像是吧 那是十亿 美国的中国呢 一百多年或者近几十年 成年增长速度也会是在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一会儿呢 大经济危机呢就下降好多 危机一过呢 繁荣时期呢又上升好多 在平均下来就百分之二三左右 元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